HELLO 大家好 我是早起莫名慰痛 醫生叫我多運動的Minder 剛剛目前我手邊試玩的機款 還沒有寫好總結 所以本次就讓我用雜貪水一下吧 首先是西山區的 二次元回合之遊戲比戒 上回27號開啟了付費測試 並於本月11號結束 按理講這種經過測試 再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整 應該就能順利公測 結果在7月14號 該項目就宣布被砍了 那我這款前陣子也有試玩 不過對題材沒有太感興趣 所以並沒有玩得太投入 但它整體的完成度並不算太低 主線全程都有配音 角色三對建模也都有在中上的水準 而且色色力並不差 官方竟然選擇在遊戲 已經具有一定完成基礎上 直接把它埋了 當然遊戲因為反響不好 或者因為公司資金調度 選擇砍掉其實也不算少見 像是碟子旗下的逆光潛入 或者像是莉莉絲旗下的 低電啟示錄等 其他不論大小廠 都面臨相同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廠商也是會評估的 不是什麼垃圾答辯都會搶著上架 不過筆記者整體的品質並不算太差 說不上躲頂尖 但也是中規中矩的 上架肯定還是能撈一波的 如果給那些答辯廠商這種遊戲品質 那還不讓他們吹上天了 也不用只能天靠虛假垃圾廣告來搞詐騙了 看來西山巨是放棄在同類賽道 去跟別人硬撞了 說哈全家相對沒有人競爭的成敗境遇 希望這盤棋是真的下隊吧 那順手講一下 最近剛悔如蟲召開試冊的千年之旅 本次大幅度修改了劇情主線 不過遊戲的組合依舊為後宮養成 將原本有溫田文案三劍 並且讓角色的情感顯得更加露骨直接 三不五時就是在透露對主角的各種愛意 那這方面就見仁見智了 至少以我這個年紀來講是有點吃不太下 但繼續還是從謎語人變成另一個謎語人 王安的寫法還是太繞而且太中二 而建模的進度上我覺得還是差強人意 雖然他修改了一部分 但相較起來我是更喜歡上一款的筆介多一點 或者像之前的黑色五葉草M也來的更好些 而且在手機上觀看的話還好 但電腦上的具質感就挺嚴重的 當然這也可能是為了手機優化下做的取捨 而立繪跟建模能存在大量不同意的問題 而且很多的細部裝飾 甚至瞳孔顏色都能挑出一些小毛病 另外有些史萊姆能晃 有些卻不能 建議美術團隊們再去好好打一架吧 那我之前調侃那個奇怪的實裝系統 他把會與角色衝突的配件直接顯示關閉了 但那個圖的感覺依舊沒變 而這邊其實我是更喜歡筆介那樣 他是採用改配色的方式 花樣雖然不多 但現在還安全 不過這款既然是都升天了 那就算了 那這邊可以稍微停一下觀察 米季的事業官方認為數據不理想才果斷放棄 而千年之旅 作為本次B站代理的產品 但目前官方在近期的影片瀏覽上 其實也不算太理想 而實際的市場反饋 也只有後台他們才會知道 至少我看上去也並不是太樂觀 後面還是需要一定的買量成本來支撐 否則說不定很快就會涼了 而且二次元的回合制遊戲 先不說扮演小精靈的黑暗將領好了 同類是真的越來越多啊 就後續觀望吧 再來少女全線2追放 最近又各種活起來了 猛丟各種實機演示 不過目前它都是PC段的操作 手機上的畫面應該還是會打點折扣的 除了常規戰棋 還有潛行類的玩法 那攝影的鏡頭看演示的話應該是可以調整的 這樣就不會一直拉近拉遠 影響遊玩節奏 而且他們家的美術渲染風格 真的是挺不錯的 非常有視覺度 整體討喜 而且人物也表現靈活 那本院的20號將進行小範圍內側 到時候應該可以有更多的情報爆出 再來是一款PC遊戲 那款曾經在台灣玩家眼前 卻又消失不見的失落的方舟 那騰訊帶來的陸服 官方正式開服時間是20號 不過13號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部分管道獲取上限資格 而從數據資料上來查查看 對比易水函 當時鋪天蓋地的買量宣傳充量 騰訊這次倒是顯得挺沉穩的 莫非小馬哥說他不相信買量 這是真的嗎 就看到時候上下表現吧 而這是不是也代表之後台服 有望開服了呢 不過在當時算這個遊戲非常熱門 但現在國際服的人數也下滑挺嚴重的 卻不知道還能撐多久了 而且畢竟人是洗心厭舊的 希望別到時候台服還沒上 就有別款MMO來搶飯玩了 那台灣代理商真的是血虧 那講到騰訊 陸服營運一年的暗區突圍 本月14號也推出了同名的國際版 遊戲是大量借鑒的另一款PC作品 陶利塔克夫 不過這款遊戲在陸服 對比他旗下兩款 和皮精英跟穿越火線 目前的表現只算是個地中地 整體不溫不火 而目前在國際版上 那些手遊版的FPS遊戲 幾個龍頭都鎖在那裡 想想飯玩也並不是太容易 希望是不會步上Apex M的道路 再來Overroad手遊開啟內側了 那這款遊戲跟過去的一拳 真的是差不多的屌樣 這不是個正版的受害者 很明擺就上線圈前後就跑路的節奏 大時候台服應該也是會上架了 建議花也是比較碰比較安全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韓國地區 蠻意外是卡莉之傳奇 居然也登陸韓服了 結果看看是不是能給雲上陳之歌 來點小小的威脅吧 那其他就是各種曾經圖圖台灣的答變 上升反反覆覆 幻名上架的放置遊戲 艾琳詩篇 還有之前在台灣上架的 主攻衝衝衝等 其實韓國人真的也是挺辛苦的 也是充斥著各種答變遊戲 不過這連買料獲得量產遊戲的問題 他們玩家其實也有在討論 未來也有可能會推行相關法令來制止 那再來是日本極性色旗下的遊戲發行品牌 公佈了一款PC版的 生存加開放世界單機箱的RPG Project Survival 遊戲有戰鬥、養成、經營等 加入了各大遊戲元素的大雜彙 當然也支持周圍連線 這款也突然讓我想到上半年發行的 怪獸宇宙 但他已經不知道量去哪裡了 本次遊戲的開發商是來自馬來西亞 而他們的上一款遊戲 海島木哥 其實評價非常一般 而玩法類型也很相似 看上去感覺這款上架的反響 應該也不會太大 那最後就整理幾個 有人問過我的通靈問題 避免被重複問 第一個是中國廠商開發遊戲 西遊琉璃展 預計在8月中的Steam上發行 另一個是最近廣告常見的打擊動畫 它是出資另一款上個月在陸服公測的手遊 神仙道3的角色PV 而這款遊戲的陸服是由字節跳動應運的 台服未來可能也會有吧 當然也有可能會先推出金河 再來就是另一款中國廠商開發遊戲 小小五千年 然後這個宣傳動畫 大概除了片尾是他們自己做的 其他都是拼接他人的作品而成 甚至還被原作者發現 然後那個筆戒都已經死了 又被拿出來鞭尸 我自己推測啦 廠商應該是用那種AI剪輯工具 只要輸入好關鍵字加文案打好了後 就能自動把素材拼接在一起 而且他連配音跟字幕都能直接安排好 可以讓他們非常省時省力的 快速量產達變廣告 其他除非像是Live2D 這種需要花費的時間成本比較多 廠商會選擇直接盜用的以外 其他的靜態力會 極有可能也就是丟AI生產出來的 所以其實也不用問了 除了透過什麼換手指辨別以外 大部分只要放大後就挺明顯的 而有些大看上沒問題 細看上就很不合邏輯 就剩在一個方便快速高效 舉例像我這張 簡單一勇唱以後就可以靠AI生出來 然後稍微修整一下上點字 就可以當廣告發了 所以這樣看下來也不難理解 這些廠商為何做不出遊戲了 錢除了找一人打廣告以外 公司是真的沒有遊戲專業人才了 你們還是早點倒一倒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怎麼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